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丑鱼奇遇记即将进入小丑鱼的奇妙之旅 海南省中国南部的热带岛屿省份 几十米深的南海水下是野生小丑鱼的乐园 小丑鱼 一种珊瑚礁鱼类生活在热带海洋中 随着动画电影《海底总动员》的热播 而小丑鱼一跃成为市场最受欢迎的热带观赏鱼类 巨大的市场需求使得野生小丑鱼遭到大规模捕捞 对海洋生态造成了巨大伤害 因此 南海水产研究所热带水产研究开发中心的研究人员 开始尝试在全人工环境下繁育小丑鱼 叶勒 海南省人工繁育小丑鱼的专家 他正在茫茫南海上和渔民一起搜寻着人工繁育小丑鱼的亲本 另一边 南海水产研究所热带水产研究开发中心里 科研人员们也在为迎接小丑鱼的到来做着准备 湖静 热带水产研究开发中心助理研究员 为了帮助野生小丑鱼更快适应人工环境 湖静和同事们首先要仿照海底的生态 为小丑鱼的新家做一个装修 给这些深海来客打造新房 小丑鱼的新家要用到哪些装修材料呢 我们用的是珊瑚池来模拟一下 就是可以满足它嬉戏跟躲地的 可能这样还有海葵 小丑鱼它跟海葵共生 这个现象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小丑鱼又叫海葵鱼 海葵就是它们在海洋中的家 海葵的触手可以分泌毒素 这种毒素对其他鱼类有毒 却伤害不到有着特殊粘液保护的小丑鱼 当其他鱼类靠近时 灵活的小丑鱼会顺势躲进海葵的保护伞下 而那些没有特殊粘液保护的鱼类 被海葵抓住 就成了海葵的美味佳肴 放入海葵的新家鱼缸 能否让这些来自大海的野生小鱼 感到宾致如归呢 那我们看看这个野生的小丑鱼在这里 能不能人工繁殖 你看看它这个现在是不是已经 那个海葵好像完全已经吸引好了 珊瑚和海葵虽然可以营造出 类自然的海底环境 但是珊瑚是国家禁止捕捞的珍稀动物 海葵也不能无休止地从大海中获得 如果要大规模地为小丑鱼造井 肯定行不通 如何解决装修材料的问题呢 我们就去想 我们珊瑚去掉 换上珊瑚石 我们把海葵去掉 看它对残暖有没有影响 通过实验 科研人员发现 不再面对敌害捕食危险的小丑鱼 不再需要海葵做避难所 这样一来 人工繁殖小丑鱼的成本大大降低 也减少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一切准备就绪 首批作为鱼爸爸鱼妈妈的 亲本小丑鱼 终于乔迁进了新居 但几个月之后 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我们也给它剥离了野外环境 也给它投入了营养 可它就是这么 怎么就养不活 陆陆续续的都要死得差不多了 来到人造环境中的小丑鱼 接二连三地死去了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们想说小丑鱼从野外烙进来 它身上是不是携带了一些致病因子 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 它没法抵抗过去的 那我们就要人为的用一些 就是可以去掉一些病原微生物 或者寄生虫的方法 消灭到它的致病因子 胡靖所说的致病因子 就是野生小丑鱼体内的寄生虫和微生物 在大海里 大到鱼虾 小到浮游动植物 微生物 构成了适合小丑鱼 与致病因子共生的平衡系统 而人工养殖 很难完全模拟这样的环境 小丑鱼也更易生病 此外 在封闭的人工环境里 只要有一条鱼生病了 就会殃及整齿小丑鱼 那么如何消灭致病因子呢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一些很常规的致病方法 包括高蒙酸钾 高蒙酸钾 一种强氧化剂 是给海水鱼消毒的常用试剂 但是只有三四厘米长的小丑鱼 能经受住高蒙酸钾的浸泡吗 小丑鱼好像明显不行 现在它已经有点游动不安 栽的那个山洞加快了 你是不是要赶紧把它捞回来 常规的消杀方法 都因为伤害到小丑鱼的健康 而宣告失败 究竟要如何消灭掉这些致病因子 又不影响小丑鱼成活呢 胡静江目光 投向了一种最普通的液体 水 淡水跟海水的最大区别在于一个岩度 通常情况下 海水里面的东西 放到淡水里面养殖 它是很难成活的 那我们何不用最简单的方法 办最复杂的事情 依照常理 致病因子和小丑鱼 在海水中可以共存 但无法适应淡水的环境 但相对于致病因子来说 小丑鱼对淡水的适应能力更强 在淡水中活的时间也更长 那么利用这个时间差 短暂地将鱼放入淡水中 是不是就能起到消毒的作用呢 最开始我们也是直接拿鱼 放在那个淡水里头 怎么放怎么放都会有鱼死 我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到哪里 理论上成立的淡水消杀法 却致使小丑鱼大量死亡 究竟是什么原因 就在胡静打算放弃这个方法的时候 同事无意中的一句话提醒了他 导致小丑鱼死亡的原因 或许不仅仅是致病因子 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同事走过去说 这水好难闻啊 我们想到这个难闻的气味 它的物质是不是就是那个鱼死亡的原因所在 那个气味就是我们常见的自来水里的滤的气味 通常在自来水中的滤可以杀死水里的病菌 但这也导致了小丑鱼的死亡 如果把淡水中的滤去除 是不是既能杀死寄生虫 又保住了小丑鱼呢 然后我们就想办法 就把这个滤给去掉 包括什么滑雪湿剂啊 然后物理的方法啊 之后我们发现将它放在那个太阳底下 暴晒24个小时 然后开大那个冲气泡 效果是最好的 这是我们加了留在留在那处理的淡水 你看咱们这个水面上面已经有很多生物来凑热的了 这说明咱们这个水已经够安全了 我们经过一些淡水调试之后发现 三分钟这个时间里头小丑鱼活得好好的 那个致病因子都死了 这一次野生小丑鱼终于在实验室里健康地住了下来 但这还远远不够 在人工环境下大规模繁育小丑鱼 才是科研人员的目标 可是实验室里被科研人员牵红线分配到一起的小丑鱼 常常几个月都配不上队 彼此互动很少 更别提生育后代了 这让叶乐和胡静伤透了脑筋 小丑鱼为什么会拒绝婚配呢 这还和小丑鱼特殊的繁殖习性有关 幼年时期的小丑鱼通常性腺不发育 是雌雄同体的 只有当它们找到了合适的对象 体型较大的那一只才会发育成雌性 较小的则成为雄性 而当一个族群中的雌鱼缺失后 雄鱼仍有可能再次变性 成为雌鱼 因此在配对之前 科研人员还要摸清小丑鱼的偏好 帮助小丑鱼完成自我的性别确认 才能顺利地给这些挑剔的小家伙 介绍对象 在自然界 小丑鱼是自由恋爱 结为夫妻的小丑鱼 会找一个空置的海魁作为居所 生儿育女 繁育后代 人工繁育的小丑鱼 没有在浩瀚海洋里寻找伴侣的机会 只能依靠人工配对 那么科研人员怎样为他们 挑选合适的相亲对象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小丑鱼的择偶条件十分苛刻 这些有个性的小家伙 对人类介绍的相亲对象 并不是每一次都满意 他们会以不转变为词语 作为表达不满的方法 如何提高小丑鱼婚介索的成功率 叶乐总结出了一套红娘宝典 我们一般要挑选不同的品系的小丑鱼过来 不要只是一对亲女的后代 看她的那个是不是有什么良好的基因 对不对 配对的时候 我们不能说挑最大的两个去配对 我们最好是体型上有些差异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大的就作为母的 对 另外一条跟它的体型上有比较显著的差异 这样的话配对的成功率就会比较高 这些年总结出来的经验 让全人工亲鱼的配对成功率达到80%以上 在一年多的探索实验后 它们终于繁育出了第一批小丑鱼 并很快投入了市场 如今 人工繁育的小丑鱼占到小丑鱼市场份额的80%左右 彻底扭转了市面上的小丑鱼 以野生捕捞为主的局面 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也随之而来 购买者过段时间就来找我们了 就说我们从你们那里买到的鱼 为什么买的时候是鲜艳的 过了段时间它就不行了呀 它颜色变淡了呀 卖出的小丑鱼突然褪色 这让胡静意识到 光把鱼养状还远远不够 作为观赏鱼 体色鲜艳也是极其重要的养殖标准 会褪色的小丑鱼 对于观赏鱼养殖户而言 无疑是一场灾难 我们要从根本的一个原理找到它 来解决它 后来一想 那个我们的耳料味道有什么问题呢 再怎么样特殊的物种 它就是外面部里其中三大营养物质 蛋白质 脂肪和糖内 养殖小丑鱼的饲料 是新鲜虾肉打成肉糜 虾中饱含的虾青素 是控制小丑鱼颜色的关键 虾青素 一种存在于虾蟹等水产品中的天然红色色素 当小丑鱼食用过后 色素会储存在鱼体皮肤和肌肉组织里 呈现出更鲜艳的颜色 但与此同时 虾青素也很容易产生氧化反应 色素很快就会被代谢掉 小丑鱼的颜色又会暗淡下去 如何才能把色素固定在小丑鱼体内呢 一想对了 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缺了 这个我们就找到它合理的一个解释了 不饱和脂肪酸 对于生物的体色调控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研人员开始寻找一种 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营养物质 来给小丑鱼做持久的增色营养剂 我们最终选用的是鱼油 鱼油呢 它在小丑鱼着色过程中 起到一个与色素结合 促进色素加深的一个功能 同时呢 它还从营养学方面呢 可以提供小丑鱼更加丰富的一个能量 添加了鱼油的耳料 能否真正的起到增色作用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为了解决小丑鱼褪色的问题 科研人员在耳料中添加了一种鱼油 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对比实验 今天是出结果的日子了 我们这个仪器是那个叫分光测射仪的 它就是专门来亮化我们那个颜色的深浅的 分光测射仪 可以将被测物品表面的颜色 转变成反射率曲线 以竖直的形式来描述色度 A的竖直越大 小丑鱼的体色也就越红 在实验中 连续三个月摄入鱼油的小丑鱼 与没有补充鱼油的小丑鱼 A值会相差多少呢 A是6.65 可以放过去的 19.04 A是19.04是不是 这看样子已经有显著的差异了呀 食用鱼油的红色系小丑鱼 A值达到19.04 明显高于没食用鱼油的小丑鱼 看到这个结果 科研人员们松了一口气 这不仅是攻克了一个新的科研难题 同时也意味着 可以及时帮养殖户挽回损失了 在团队的努力下 包括野生小丑鱼在内的海洋生物 和海洋环境都得到了保护 小丑鱼 小丑鱼与人类的欢乐奇遇 将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